我想要提醒大家 我們已經開了全部的地圖 現在我們可以去拿所有的套裝 我們今天介紹 26集的時候有一蓋隊套裝 34集有攀登套裝 36集有滑翔套裝 40集有橡膠套裝 43集有暴風雪套裝 52集有火焰套裝 55集有鬼神套裝 58集有天空套裝 61集有知夢寶勇者套裝 85集有幻影套裝 88集有蠻足套裝 現在我們所有地圖都開完了 大家可以過去拿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我是惠惠 今天我們要開啟所有的地圖 我們要去開最後一個鳥望台 格魯德高地鳥望台 除了開鳥望台以外 我們要去一個很高很高的地方 叫做星劍之島 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 我們從這個地方出發 從空島出發 這個叫做拉卡修高神廟 我是上級解開了 格魯德峽谷鳥望台以後 彈射到空中 然後就解開了這個神廟 我們就從這個神廟這邊出發 這樣往前這邊走 經過彈射裝置以後 這樣你往這個方向看 這個地方有個鳥望台 現在雲可能很多 等雲散一下 這個方向有個鳥望台 雲終於散了 待在這個方向 待在這個方向 如果你沒有辦法 看到這個鳥望台的話 你可以打開你的地圖 位置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用手動 訂個地圖釘在這邊 那麼就往這個地圖釘方向過去 我們把我彈射裝置轉到 地圖釘的方向 那我來快轉一下 這樣子我們就抵達了 格魯德高地鳥望台 我覺得 看起來好像很近 其實蠻遠的 如果你到這個鳥望台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鳥望台 沒有辦法進去 鳥望台的門被 冰封在地底下 沒有辦法進到這個鳥望台 怎麼辦 你會看到旁邊有一個 洞窟 你從這個洞窟進去 這個洞窟 可以通到我們的鳥望台 這個洞窟 從洞窟進去以後 你會看到一個河流 我們來做一個船 我們來渡過這個河流 我的話 我的話 我就把兩個 木頭放在下面 然後上面放一個 木板 想要放一個 比較寬的木板 把它結合一下 我希望這樣能夠讓我們渡河 我覺得如果有風扇的話 說不定會更好 然後說不定有操縱感會更好 升級版 我把我控制感跟風扇放上去 然後我們從這邊出發 我比較可以控制方向 然後走的時候不要太快 等一下我們看到一個魔幽衣 這邊 這邊看到一個魔幽衣 我們把它射下來 等一下可以拿魔幽衣的遺失物 這邊有魔幽衣的遺失物 我拿一下 然後繼續上到我們的小船 然後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先上岸一下 拿一些冷氣果啊 拿一些冰蘑菇以後 你可以從這邊有一個 小洞可以進去 可以繼續探險一下 這個小洞裡面有什麼東西啊 有一個寶箱嗎 這個寶箱裡面有 黃玉喔 大家拿過黃玉以後 我們再去解 我們的 鳥望台 不要走到水裡面去 走旁邊這個小洞 我從這個小洞穿出來以後 我們最後到剛才我們下船的地方 大概到這邊 小心小心水流 小心小心水流 然後你會看到 右邊的地圖 右下方的地圖 我們就剛好在我們鳥望台的下方 我們就從這個地方通天樹上去 我發現我沒有辦法在這邊通天樹 我發現我沒有辦法在這邊通天樹 我還把我的船移一下位置 移到比較旁邊這邊 我希望可以在這邊通天樹一下 我移動好以後 我們跳到船上 如果大家看右下方的地圖的話 我們還是在高塔的下面 這邊應該可以通天樹上去 像這樣移動到你可以通天樹上去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進入了 我們的鳥望台裡面 這樣子我們就開了所有的地圖 所有地上的地圖都已經登錄完畢了 我們開了所有的空中的地圖 所有天空地圖也登錄完畢 那跟之前我們開船望台一樣 我們要解一些空中的神廟 那我們今天要解的神廟在這邊 我們要去解這顆球裡面的神廟 這個地方叫做新建之島 這邊超高的 那我打算我們先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比較矮一點 從這個地方我們再一路往新建之島出發 我們打算先到這個最高的地方 從這個最高的地方跳下來到新建之島 這樣我們先把目標塞在這邊 我們就往紅色地圖那邊飛過去 大概在這邊 你會看到長得像這樣的空島 這空島這邊有兩個兵隊魔像 我們先處理一下這兩個兵隊魔像 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 我們來囉 這邊一個 還有這邊 把這兩個魔像處理完以後 你會發現 他們的平台上面有一些 火箭 我們用這個火箭把它黏在旁邊這邊 等一下我們用這些火箭升空 雖然新建之島在很高的地方 但是我們完全不用出道具 我們就用遊戲給我們的道具 像這邊有兩顆飛彈 還有一個平台 那另外一個平台上面也有一些飛彈 就我們把另外一個平台的飛彈也拿過來 然後把這飛彈裝在這邊 平均放在四個地方 火箭裝好以後我們就準備出發 我們的目標喔 是要到這個地方 最高最高的空島 那我們現在先從比較矮的空島 飛到中間這個空島就好了 我們的目標在這邊 我出發囉 這樣高度應該可以讓我們 飛過去我們的目標 我們中途的目標 這樣飛過去 你會發現在那個中途的島嶼上面 也有一個兵隊模像 然後也有一些飛彈 我們可以利用這些飛彈 利用一個平台 然後飛到更高的地方 就一路往上飛就對了 這邊 從天而降 他有發現這個地方的重力不太一樣嗎 飛得蠻高的 小心不要掉下去 這邊只有兩顆火箭而已 不過沒關係 也可以讓我們升到夠高的地方 我黏在兩邊以後我們就出發 我們應該是要往 這個地方出發吧 這個地方有個平台 應該也有火箭 要快點 想第二次升空 我們到這還是要到這個高度 我們就跳到下面這個平台這邊 那平台上面一定會有火箭 然後還會有兵隊模像 小心你的體力 解決他以後終於可以安心的下來 我來裝我們的火箭 這邊真的超高的 你的目標是在這個非常非常高的空檔 那這次的生活我們提供提升到這個高度 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飛到這邊 這邊在那邊有個平台 我們從那個空島的那個平台飛到最高的這個空島上面 應該可以吧 沒錯 這邊果然有兩個火箭 還有一個兵隊模像 我們把我們的火箭裝好 然後我們這樣就應該可以到最高的空島上面 更高的人在那邊 那邊有個果實的感覺 我們現在在這邊降落 我們現在人在這邊 在一個很高很高的空島上面 我們就慢慢的飛到我們的目標上面 我們就慢慢的飛到我們的目標上面 慢慢的慢慢的 我這邊重力有點不太穩 成功了 這樣就拿到克洛格果實 除了克洛格果實以外 這邊有寶藏 這邊有個 應該是 成就的地圖嗎 殘舊的地圖在這邊 我秀出來地底有個寶藏在那裡 我現在人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寶箱 所以大家可以先來這個最高的地方 拿克洛格果實跟寶箱 以後 我們再去我們的新劍之島 在這邊 小心一點 這邊重力不太一樣 有時候我一個不小心就 掉落到這個新劍之島的外面 一到這個島嶼以後 我們先來 開啟這邊的扭蛋機 這邊的扭蛋機 應該有冰龍頭 我大概在拿扭蛋機的時候 記得要把你的丘利關掉 不然他會把你的扭蛋吹走 這邊有雷龍頭 這邊還有冰龍頭 拿到雷龍頭 拿到冰龍頭 拿到一些道具以後 我們就往中間這邊飛過去 這邊有個謎題 我們來轉動中間這個 機關把它轉到這個方向 走到這個方向以後 就會反射光線 反射到哪裡 一路反射到 到這邊 我們從這邊飛過去 來調整一下 它反射的方向 這樣才可以繼續反射下去 那我把我丘利打開來 繼續我飛過去 繼續我飛過去 然後再來調整一下 反射光線的方向 讓它繼續反射下去 讓它繼續反射下去 反射到這邊以後 我們再繼續調整一下 反射到這邊以後 如果反射到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發現 這個光線反射錯誤了 在我們調整 在我們調整 繼續反射的光線方向之前 我們先把我們的光線 往這邊轉 先開這邊的機關 這個機關裡面有賢者的遺跡 我們先繼續拿賢者的遺跡 拿賢者遺跡 我們再回去剛才那個地方 拿賢者遺跡 剛才我們在這個地方反射的光線 然後我們一樣把它搬回中間 如果妳跟我一樣 目前中間反射的光線方向錯誤的話 我們就轉動中間的方向 把它轉到正確的方位 像這樣子我們就解開一個神廟 設計了很好的關卡 反射很多很多的光線 然後我們就飛上去解神廟 這叫做馬雅西阿拉神廟 這神廟就是老魯的祝福 就拿寶箱 然後拿祝福吃光就好了 寶箱裡面有星星碎片長杖 看大家不要拿 然後我的祝福吃光 那這個就是這一集的薩達傳說王 我這裡也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地方的話 先不要關影片 我想要提醒大家 我們已經開了全部的地圖 現在我們可以去拿所有的套裝 我們今天介紹 26集的時候 有一蓋隊套裝 34集有攀登套裝 36集有華翔套裝 40集有橡膠套裝 43集有暴風雪套裝 52集有火焰套裝 55集有鬼神套裝 58集有天空套裝 61集有知夢寶勇者套裝 85集有幻影套裝 88集有蠻族套裝 現在我們所有地圖都開完了 大家可以過去拿 尤其是26集的一蓋隊套裝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 花點時間回去看 26集的一蓋隊套裝 先拿一蓋隊套裝 因為我們下集的影片裡面 我們要去一蓋隊那個地方 你要有一蓋隊套裝 你才可以到一蓋隊的基地 我們要去學土棍樹 我們要去拿雷鳴頭盔 可以防 應該說防雷頭盔 那我們就下集見 掰掰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